胎儿于2017年成立 胎儿纯恶劣联合门诊 提供详细的产前超音波诊断 及产后治疗咨询 让怀有纯恶劣宝宝的家长 能够充分了解孩子的状况 迎接新生命 然而决定生下孩子后 家长及第一线照顾者 最感到焦虑的莫过于照顾问题 因此胎儿特别开办了 奋爱给兔宝 胎儿纯恶劣产前到产后 照顾认证课程 其实在产前的纯恶劣门诊中 很多爸妈是愿意把孩子留下来的 但是同时他们也面临了一些问题 譬如说原本想去的产后护理之家 怕没办法好好地照顾宝宝 和婉拒了妈妈 或者呢 长辈和保姆 不知道该如何地照顾纯恶劣的宝宝 让妈妈担心没有脱婴的后援 因此我们开办这次课程的目的 就是让想了解纯恶劣宝宝 照顾的医护人员 保姆和新手爸妈 可以建立相关的基础知识 而且透过这些家庭的操作 了解一些比如鼻膜的佩戴 喂奶等照顾细节 让这些第一线的照顾者们 可以更安心地迎接 纯恶劣宝宝的到来 生产后 许多妈妈会选择前往产后护理之家坐月子 而产假结束后 需要脱婴复职 支撑家计的妈妈也不在少数 因此除了家长 产后护理之家的护理人员 以及保姆 也是照顾纯恶劣宝宝的第一线支援 大概在两年前有遇到一个 就是第五行的纯恶劣宝宝 在接这个宝宝的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 妈妈其实是非常焦虑的 纯恶劣宝宝宝宝 虽然不是很多 可是我们身为在产后护理机构 当然就一视同仁 当然我们不希望说 我只收健康的宝宝 然后不健康的我们就不收 那当我们有下定的客户 他的宝宝今天已经出现这样的状况 可是我们又拒绝他 他就会更难过 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说 如果尽我们能力可以 我们有可以来到台额 然后学习这样的专业知识 然后我们之后再照顾宝宝 上面也就比较不会害怕 那今天这样学了之后 就会面对的各种形态的小朋友 我们会更放心 而且我们其实来上过课也知道说 这边可以有咨询 可以有后援这样子 宋爱给兔宝的 纯恶劣招呼认证课程 除了讲解纯恶劣的诊断 分形治疗等基础知识 更重要的是 藉由三种不同 唇恶劣类型的新生儿甲体 让学员可以实际操作 为唇恶劣宝宝 佩戴鼻膜 口盖板 喂奶 清洁等日常照顾的细节与技巧 持座的部分 对我们来说帮助非常大 以前可能是我生出来之后 我才面对 甚至不会有人教我 这些技巧 或者是我该怎么做 但是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实习课程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我们会更清楚知道 有一些在装的一些 妹妹嘎嘎什么的 想要成故事吗 对 从产前的超音波诊断 产后的治疗咨询 到纯恶劣宝宝的照顾实作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 一系列的规划及资源整合 让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得以普及 也让怀有纯恶劣宝宝的家庭 能够做好准备 安心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